大家好,欢迎大家来麦子学院继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对话坑和多窗口的光临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我们的测试脚本中加一些等待的方法 那么在我们那个测试麦子学院登录的脚本中 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sleep的方法 这个呢,就是说到我们脚本咨询过程中 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是需要等待我们的外部样 他去请求一些东西或者一些gis处理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加一些等待时间的 那么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常用的时间呢 基本上是使用time模块的sleep方法 那我们加这些sleep方法呢 就是为了使我们的脚本执行的时候呢 这些case执行的更加稳定 结果呢,是我们需要稳定的 那么你如果说在一些极限情况下 那我们这个sleep内容呢 它是不适合做这种极限测试的 它只是适合做功能测试 那么除了这个time模块所提供的sleep方法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web driver 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等待的方法 大家来看在这里呢 我们常用的基本上是两种 第一个是unplicitly write以及web driver的write 那么其中我们这个unplicitly write呢 它是设置我们web driver去在动物中查找一些空间的时候呢 它一默认的一个等待时间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以前的例子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去查找的一个空间没有的话 它立刻返回 有的话也可以立刻返回 这等待时间呢 是基本上是基于零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方法设置了一个等待时间之后呢 我们如果说当前没有找到这个空间 那么呢 它还会去自动的搜索直到呢 超时 然后呢 它会抛出一个异常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会加助我们查找一些空间的一个时间 但是呢 它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呢 一定要去找到这个 那么找不到它会报一个异常 而我们的一个web driver write呢 它是等待条件满足或者超时后呢 直接退出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一门中查找一个空间 那么会一直查 查到之后呢 它立马退出 如果说你查找不到超时了 那么呢 它抛出去一场 马上退出 它是这两种方式 web driver write是针对于一个操作 而我们这个第一个 甚至超时行说呢 它是针对于所有的 那么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切到我们的python id下 我在这里呢 已经打开了浏览器 大家看 我在这里已经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我访问我们百度 www.http 我们知道前面已经确认了我们这个输入框 它的id是kw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的fun element element by id kw send case 大家看这里已经有了 我不管找到找不到 它的时间是很快的 但是如果说现在我第一的 我设置一下超时 比如说这里写上5秒 然后我们再查找一个不存在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查kwe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过程 大家来看 如果是在以前的情况下kwe不存在的话 我们马上就退出 爆出了异常 但是在我们设置了超时之后 它一定是查够5秒钟之后 如果你还没有查到 那么我才爆出这个异常 那么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方法这样查的话 它都会耗时这么多 那我们再来操作一下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执行过程 大家看 只要你找到它立马能反馈 但是你找不到 它会继续去找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超时行事 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二个web driver的write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呢 是需要在我们这个CNUMOR web driver support UI中来导入的 我们来导入一下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 pare一下 再来看我们这个web driver的write 它的innet方法中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这个web driver的巨饼 第二个是我们超时的一个时长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parefrequence time limit 是0.5 也就是0.5秒去查一次 那我们这个ignal exception 就是我们忽略的那个异常 那么其中我们的timeout就是说 我们要是过多长时间超时 而frequence是每隔多长时间 它要去查一次 那我们这个web driver 它一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工作原理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这个对象给处处完成了 它呢 就会每隔 这么长时间 它去 check一下 我们后面这两个方法 它的值 这个方法呢 一个是utel 第二个是 utel not 那么它去查什么呢 再来看 它查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utel 和utel not 这两个方法 先看utel 我们的解释是说 它去定义这个方法 然后呢 直到我们这个 这个名词上的 它这个方法呢 返回不是false 也就是直到它返回是一个真 那么它会一直检查 如果是utel的 它会一直检查 检查 我们这个 return not false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返回 那么我们这个 utel not呢 它也是调用我们所传建的 那个 mincer的 直到呢 它返回的是什么呀 返回的是 false 根据这两个字门意思 那么这个mincer呢 就是我们所要传入的一个 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那个 一个行事 那么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具体使用 我们打开我们上上节课 测试登录 麦子学院的那个脚本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脚本 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得到麦子学院的主页 然后找到登录那个 元素 然后点击 点击之后 分别输入我们已有的账号和密码 然后呢 点击 登录按钮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根据 它里面 该账号 格式正不正确 然后来判到我们是否登录成功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有两个sleep方法 这个时候呢 这个加的可以说是多余的 然后影响了我们的测试这个效率 我可以把它删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 想 做一个什么呀 我在 把这个 浏览器最大化的时候呢 我想看一下 我这个是否已经 这个登录界面 是否已经出来了 就是有没有这个元素 那么这个 我现在直接是去查找的 那么如果没有存在的话 如果页面是没有漏的进来 我们打个比方 这个肯定是漏的进来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会报一个错误的 所以说为了保证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元素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上我们刚才那个方法 我把刚才所说的那个呢 我们的抽象成一个行事 这个行事就是get 得到这个元素 在多少秒时间之内 那我们来看这个行事 它的一个 藏室 driver 是我们那个聚名 time是超时的 时间 function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mister的 那来看这个 web driver write 它首先是要什么呀 初始化 这个对象 把这个对象呢 给实力化起来 实力化之后呢 它用了utile的方法 它有方法中 它传的是 mister的是我们的function 那我们的function 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行事 这个行事去查找我们的一个元素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名行事去完成 那么这个行事定义好了 我现在就可以 那么这个web driver write 它的返回值 就是我们这个function 它的返回值 那么在这里呢 我把这一条语句给去掉 注掉箱 那我们怎么修改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ere login 等于 getere time 我们的第一个仓数 是我们的driver 第二个仓数 比如说10秒之内 我的超市时间是10秒 那我这个方式呢 我们可以写个lambda的匿名行事 d d的 像的elevent 我在这太长了 听到下一行 你就把这一行 给它复制过去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是去查找这个元素 然后呢 我们这个 ere 这个login这个元素的被查找的 就是这个 匿名行事 它的一个返回值 那么返回值就是我们这个login path 那现在呢 我们找这个元素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一下 ere的login click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在这里 最好是先发一个空 因为有时候它第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发不进去 我们发一个这样 空的足串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程序执行一下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再来看这个执行的一个过程 打开 网页 然后把它最大化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查找登录 是使用 read driver 的方式 然后呢 去登录一下 那么在我们把这个测试用力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个driver 它是要推出的 我们在这里加一句话 第一的 cared 然后再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 运行这个测试用力 然后呢 我们还是要打开流浪器 大家看一下这个执行过程 打开流浪器 然后呢 切到麦子 学样的主页 然后呢 最大化 弹出我们的对话框 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最后呢 推出 大家看这个过程呢 就已经测试完成了 这个测试结果呢 在这里有打印 这个代码的后期后话呢 我们在后面再讲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学习的主要两个知识点 主要是学习的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设置web这儿 查找所有养速的一个等待时间 第二个呢 是等待条件满足 或者超时后推出 那么再来看下这个方法 它的一个定义 web driver的 read 传的巨 参数一个是巨饼 一个是整个超时时间 有两个方法 utile和 utile not utile 这个function呢 就是我们所要传进去的 自己定义一个参数 一个行事 我们需要插着哪个元素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抽象成一个行事 然后呢 传进来 到最后呢 我们这个web driver read返回的就是我们这个minster的 它的一个返回值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这个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